郭文貴議員 各位我們立法院的同仁大家好 是為什麼會有社會對抗 為什麼會有社會的衝突 為什麼會撕裂社會 就是因為我們在座的 有許多項賴士堡委員 費洪泰委員 省智慧委員 你明明知道不是這樣子 還跟著外面扭曲 惡毒 抹黑 錯誤的資訊 在這邊起舞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社會對立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這邊審婚姻平權的法案 這是因為大法官會議已經解釋 說在台灣 我們必須要保障 所有的人結婚的權利 不分你的性傾向 還記得兩年多前 我相信賴士堡委員 費洪泰委員也在立法院 當時是包括民法的版本 專法的版本 都放在討論的桌上討論 而到了今天 為什麼我們現在只剩下專法的版本 沒有任何一個民法的版本 就是因為遵守公投的結果 去年的公投結果 清清楚楚這個過程是什麼 一開始提案人 他提出來的案子是寫 你是否同意婚姻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 也就是說 你是不是同意要讓同性結婚 後來外界中選會有疑議說 你這個寫得不清楚 你的意思到底是不准他們結婚 還是不准他們用民法結婚 後來提案人自己補充 他的意思是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 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理由書裡面直接寫喔 本提案不排除以其他形式 來保障同性別的二人可以 得到婚姻自由的平等保護 清清楚楚是這個過程 這個是提案人自己寫的 即便提案人以及他們的團體 在公投之後還講了很多矛盾的話 但是我們回來看一下提案人的提案內容以及提案書 各位立法委員明明就知道 事實就是我們在這邊審婚姻平權的法案專法 就是因為遵守公投 沒有人比我們還遵守公投 只有你們在違反公投 扭曲公投 曲解公投 而且因為這樣子 想要去造成社會對立 來得到你們的政治利益 這樣子去欺負這些 已經全力被剝奪的幾十年的人 打壓這些 過去這兩三年來 受到傷害的人 然後來得到你們自己國民黨的政治利益 公平嗎 我要拜託你們 昨天我打了好幾位國民黨的委員 把票投出來 今天把票投出來 謝謝